冠冰疫情导致农历七月祭拜活动的规模大幅缩小 受访的业者表示中原普渡贡品的销售缓慢 许多中小企业也减少了订货量 生意预料将会下滑三到四成 来看记者李正宜的报道 下星期三就是农历七月初一 信徒通常会在这一个月内祭祀祖先超度亡魂 一些超市已经开始售卖白米罐头等包装好的普渡贡品配套 也有超市发现 自政府允许宗教团体举办50到100人的中原节仪式 销量才稍有起色 因疫情变数多 这家贡品业者决定减少三成进货量 所幸有网店支撑生意 一些家庭还是会上网预定贡品寄送到家自行祭拜 这家贡品批发商则发现来自中小企业的订货量减少两成 受到欢迎的大多数那些普通的那些经营者 就是价钱方面他们会说要比较便宜一点的 因为大家都手都很挤 有些地方他们中原会都不办了 或者他们简单化 今年的农历七月 宗教团体将获准举办中原普渡法会等仪式 但是参与的人数将受到限制 如果要在祖屋区或者是工业区举办类似的活动 宗教团体就必须要有良好的安全管理记录 或者是先得到佛教总会或者是道教总会的支持 才获准操办 新城门新闻记者李正宜报道